8月10日训今日,卢网泰山财经记者从基金业协会网站获悉,这将娃哈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7月9日在协会完成登记。知名企业家,娃哈哈创始人,75岁的宗庆后7月12日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 卢网泰山财经记者注意到,2010年至2016年,宗庆后曾多次被评为富豪。有网友戏称,富豪亲自执掌娃哈哈创投,能赚到娃哈哈吗?据基金业协会披露,娃哈哈创投在7月9日正式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法定代表人系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 此次,娃哈哈创投共有包括宗庆后在内的7名工作人员,在今年7月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卢网泰山财经记者注意到,本次宗庆后获得基金从业资格是通过资格认定,而非通过考试。 据基金协会此前规定,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向协会资格认定委员会申请认定基金从业资格。 其中一条是担任过上市公司或实收资本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的大中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且从业12年级以上。 宗庆后显然符合这一条件。 资料显示,熊小哥、沈南鹏、徐小平、雷军等一大批大佬,也曾凭此政策获得免考金牌,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其查查显示,宗庆后1945年11月出生于浙江杭州。 作为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是国内顶级富豪,曾多次现身富豪榜单。 2010年,宗庆后首次容登胡润全球百富榜内地榜首。 后在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中,宗庆后以100亿美元的净资产登上首付的宝座。 2015年又以103亿美元位列福布斯华人富豪榜第18名。 此外,在2016年胡润百富榜中,宗庆后家族以1,120亿元财富,位列第5名。 公开资料显示,娃哈哈创投早在2010年11月8日就已正式成立。 一直以来,娃哈哈创投都没有作为基金管理人参与创业投资,而是多以LP的身份间接参与创投,且通过设立分公司对接项目融资需求。 2016-2017年间,就曾成为风川资本、高龄、国药中金的LP。 今年4月底,公司曾变更经营范围,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等多项业务。 7月9日正式在协会完成登记,协会信息显示,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目前公司共有7名全职员工,管理规模区间为0至5亿元。 据企查查显示,娃哈哈创投三名高管军出自集团公司,宗庆后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 总经理尹旭雄,封控合规负责人于东尼原先都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财务办投资经理。 此外,企查查还显示到,自成立以来,娃哈哈创投共参与6次对外投资。 分别是2016年11月29日,投资宁波梅山宝税港区起锐股权投资中心,占股5.2882。 2017年2月15日,投资高龄志成长江人工智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占股13.3842。 2016年5月17日,投资大理宗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占股15.6221。 2017年3月7日,投资宁波梅山宝税港区风川红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占股28.8462。 2017年3月3日,投资杭州娃哈哈聚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占股51%。 以及2018年8月27日,全资成立浙江德清娃哈哈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此次完成协会登记后,娃哈哈创投将能直接借助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业务。 对集团来说,有望找到新的增长点。 卢网泰山财经记者注意到,娃哈哈并非上市公司,在此前一次采访中,宗庆后曾经透露,娃哈哈在银行存款高达150亿,现金充足,因此无需上市。 根据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管理备案完成后,必须在半年之内就发行产品。 这或将意味着,娃哈哈创投不日将完成新基金的募资准备工作。